Renderforce.com 抛震喊弹!罗志强宣布四阶段参选总统 前总统府副秘书张罗志强以新人执思,在北市大安、文山区拿下4391票,成为台北市最高票当选市议员。 他26日在脸书抛震撼弹宣布,将以四阶段参选总统,分别使六都敢按揭奖在思考。 力判30万LINE AD粉丝,寻找国民党最强榜,赢回中华民国总统。 罗志强表示,今年国民党县市长选举,拿下15个县市,完成地方包围中央,2020迎回中央执政好像指日可待。 他说,蓝军很振奋,但仍要不客气泼盆冷水,很抱歉,我们不该自傲,把这一场选战当成国民党的胜利,而是警惕,这其实是民进党的超级失败。 罗志强指出,我们扪心自问,选您是投给国民党吗?选您投的是讨厌民进党。 如果国民党因着外表的大胜沾沾自喜,今日民进党的惨败,很快也会领导国民党头上。 他说,令人忧心的是,大胜的国民党,看到的却是一个旧国民党的巨影,又再次站了起来。 即便民进党遭遇如此空前巨败惨败,一个旧的国民党,真的能赢民进党吗? 罗志强认为,更重要的是,就算这样的国民党赢了2020年总统大选,能够扛起台湾未来。 为人民迎接康庄繁荣吗? 所以他秉持不惑悉你只说真话的坚实,不自量力宣布三阶段参选总统。 罗志强还提到,他要当台湾的卫征,当国民党的碾鱼,要当打破政治将冈,拆穿国王新衣的小孩。 他会开始发扬一系列对台湾未来的论述与想法,他的参选,执着的不是个人的胜负,而是国民党的改造,台湾的未来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